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中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进 马上去吧 你是李正 我就是 你是 陆先生 咱们聊聊 好 老孙 把门看好 不要让人进来 是 你坐 坐下 知道我今天来找你什么事吗 不知道 你跟陈家胡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对吧 你一直在帮她 这点我很理解 不过今后你不能再这么做 你这么做等于是害了她 陆先生 我 我不太明白您什么意思 陈家胡现在应该拿着你的推荐信在工业部正在找工作 是不是 是 你现在可以打个电话去工业部问问有没有什么结果 陈先生 您是个有才华的人 再加上您和李正兄的关系 本来我可以请您 现在确实是我无能为力呀 你们绝对不用我 是不是受到什么威胁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陈家胡在重庆 根本找不着任何工作 因为没有一个单位敢用它 为什么 我要用它 那我就更不明白了 现在你不明白比较好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一定会想到你的医生 因为我想给你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根本就要丢了 我答应你 不压力 我看你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 不得了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张华拦住了你们呢 是的 这一路上不是很顺利 真的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啊 用一句中国话说 主教缘分 缘分 是的 撒根叔叔 快请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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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军 我们要多少年没见过我们 应该有十年 你原来有英军 你还是老样子 现在好了 终于我们可以进展见面的 对了 我刚收你父亲的委托 去看了你美美灰子 她还好吗 只有她自己知道 你去看看吧 一样能知道 这是地址 打死了 贾苏君 你 看到了 贾苏君 你的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打日文人 打日文人 מע疏 给我打他们 给我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慧子 谢谢你 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绝不会让你守半点委屈 我去 我去 尔尼桑 向锦修 你怎么来了 我绣父亲的嘱托 来看看会子 快 快请进 快请进 草儿 您找啊 陈家湖里边怎么样了 我按您的要求都办了 据底学的兄弟们反应 陈家湖被邻居们给打了一顿 不是吗 伤得严重吗 不严重 后来被兄弟们给拦下来了 好 这做得好 一定要控制住局面 点到为止 你帮我安排辆车 我今天得回趟家了 好 好 哥哥 家父君 你们先喝茶 我去收拾一下 请用茶 家父君 你的头 不小心磕了 家父君 我只有会子一个妹妹 如果当时 不是你说要 回来见父母结婚的话 我们是不会 同意会子和你回到战乱的中国的 这我知道 我知道 家父君 我们的母亲 去世得很早 会子从小就是一个 缺少母爱的孩子 她很懂事人 但是很可怜 所以 我希望你能够 不要让慧子受任何委屈 你放心 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让她幸福 别的人也不可以欺负慧子 你是她的丈夫 要试试保护自己的妻子 要试试保护自己的妻子 请你相信我 我一定能做到 希望你们的 生活环境 也会慢慢的好起来 我会努力的 这是 这也是父亲的意思 小姐兄 这个我不能要 请你尊重我 我会用自己的努力 让慧子过上幸福的生活 尽管这个国家 目前还在战乱之中 但是我相信 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单元吧 不是单元 是一定 不管是这个国家 还是我的这个小家 两个人之间的对话 突然让彼此不自在起来 交战中的中国好起来了 那就意味着日本必将战败 陈家虎和向井背后 是各自的国家和命运 这是一个余生俱来 逃避不开的话题 我乖走了 慧子 哥哥要走了 哥哥 这么快就要走了吗 嗯 请留步吧 我不喜欢离别的感觉 我会再来看你们的 哥哥 你一定要再来 多保重 他跟爸爸一样 从来 都不会回头看一眼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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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们找到 这孩子 你还能做的 尊重 看什么 我把这个派人留在这里 这群堂 也有些热花 我找到这 就我找到了 再找到这块 又是 哪儿 我找到这一个 快点 走 我 陆先生回来了 我妈 太太 先生回来了 你回来了 也没提前来个电话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今天能回家 车呀 正好路过咱们家门口 不管怎么样 我得上来看看 那吃饭吧 今天做这么一大桌的菜 您要请客 不是的 先生 太太呀 每天都做这么好的菜 因为太太她不知道您什么时候回来 所以她叫我 每天都做了您爱吃的菜等着 这样您回来随时都可以吃啊 好 吴妈 把先生酒拿过来 不不不 把太太的酒拿过来 你不是不喜欢喝红酒吗 我今天就好好陪你喝一杯 你啊 现在可是非常时期 你每天做这么多的菜 你们又吃不了 这不是浪费吗 先生 我来吧 先生太太慢用 好 谢谢 你一天到晚都不着家 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连个电话都没有 我想给你打电话 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打 怎么了 我做一桌子菜等你回来 有错吗 没错 好 从前往后 只要我想回来 一定事先通知你 你到哪儿也得通知我 这可能不行 瞧你那认真那劲 能不能不要把你们挡过的纪律 带回家 我仅代表我个人向你赔罪 你是得向我赔罪 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 你来无影去无踪 万一出点什么事 我都不知道一个缘由 我的太太 这么说吧 工作上的事呢 我不好跟你多说 但是你记住一点 我现在这个新工作呀 安全得很 请你放心 来 我请你 赵护警 喝杯茶 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好 慧子 今天一直忙忙乐乱的 有件事情没来得及告诉你 什么 我 没找到工作 那一定是 他们请不起你这个 大数学家呀 贾护君 我相信 你一定会找到更好的工作 你就这么相信我 当然 作为妻子 一定要相信丈夫的 但是慧子你知道吗 在这个战乱的重庆 如果想找到一份工作 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所以你要做好 跟我一起吃苦狩猎的专备 我不怕 谢谢你 慧子 谢谢你 嘉护君 谢谢你 嘉护君 一切都不太了解 为了保密 陆军总部没有向我透露 这次的行动目标和任务 我来的目的就是 重新组建特别行动组 以对付那些具体的目标实施暗杀 我叫向井 以后请大家多关照 请两位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苏立真 负责情报搜紧和行动掩护的 我叫北春盛 很了解中国的民宿 但是刺杀行动不是我的常想 我是这个行动组的长官 大野英雄 请诸位多关照 队长 有人吗 是的 具体的行动 由你负责策划 安排 我与本部联系下达指令 现在请两位通知周围的县人 以前的街头 暗号和地点统统作废 一切由我来指令 由大佐先生通知你们 我很简单 不达目的 你绝不放手 我和我的目标之间 只能有一个人活着 明白吗 明白 是 请大家鼓起信心 我会向陆军本部 要求调派人手和物品 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还要跟湘景军谈谈 大佐 大佐 今天是谁的目标 是 你 看来 是 大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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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壮 дальше kicked 社会 然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今天刚刚见过的妹夫居然就是自己的目标 热面热面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去那边看看吧 好 热面热面 老板 来 来两碗热面 好嘞 二一 先坐 坐 老板 记得加麻加了啊 好嘞 来 没事儿 吃吧 你先坐 好嘞 需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干什么呢 老师 我揪起来 说你呢 大妈呢 我说你呢 你呢 你说你呢 我说你呢 你呢 你呢 我说你呢 怎么死的 不知道 不知道 当时天太黑了 我们在另外一头 也就是说 如果昨天你们也被杀了 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是吧 滚 这两个废啊 头儿 已经增开人手了 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两个人是被极快的小刃刀刺死的 死亡的时间基本一致 从他们伤口的位置来看 应该是两个凶手对他们同时出刀 一刀并命 两个杀手 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 这个人没有开口说一句话 一句话都没有说 这是个什么样的人 反正 这个人身手很了得 两个军统特工 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哼都没哼一声就倒下了 而且据我观察 他身上有枪 有枪不用架 他是不想引起注意 哦 我想起来了 他看我的样子似笑非笑 我估计 他也看出来我不是什么消贩 是来保护真家虎的 国民党方面有什么东京吗 军统那边增加了不少人手 其余的没有 好 继续跟进 是 是 头儿 那这两个人怎么处理啊 毕了 把他们送到前线沙敌去吧 要死也落得个英勇性光 是 陈家虎不能再住那儿了 那您的意思是 不能再有下一次了 太危险了 厦长 李叔 马上联系他 我要和他见一面 首长 非要动用他不可能吗 是时候了 是 我这里去安排 首长 一切已经安排好了 走 一切安全 首长 您终于想起我了 人 史厨 道上 我也和他 你 谁 快 还有 曲儿 先生 您的意思是 放他跟国民党走 让他为国民党所用 是的 我想不通 为什么 您刚才不还说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像陈家胡这样的人才 我们应该把他送到延安去 国民党现在消极抗日 把他留在那儿 没有任何意义 眼下国民党是退居重庆 已经不能再退了 他们对组建黑市 如此的迫切 也是为了抗日 再说 目前国公两长合作 目标一致 抗日救国 不必激励陈家胡 为谁所用 都是为中华民族所用啊 首长 我担心陈家胡 在国民党那儿 不会受到善待的 这就是我把任务 交给你的原因哪 那我要怎么做 黑市一旦组建成功 它的安全保卫和引力性 必将是空间的 你们和外界的联系 必然隔断 我们之间的联系也不可能了 所以今后 我没有任何办法 给你任何的指示和建议 一切 都只能靠你自己 掌握分寸 制定步骤 见机行事 是 首长 这儿 走 你们找谁啊 我找你们厂长 那你们是哪个部门的 石油伟 老同学 你怎么回来也不打个招呼 给你个惊喜啊 电话很大啊 胖了 骨子也长了 家伙啊 人家现在可是要害部门的大红人了 我们俩跟他见一面啊 都有人拦着他 那可是 别笑话 走 咱们进去说 走 大伟啊 你们俩算是接上头了 几天的事啊 你们俩自己聊 我还有点事先走了 好吧 你先忙吧 好 你先忙 好好聊 好 走 咱们进去看 够气派的啊 是吧 你也没电话啊 是 对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来上班啊 我怕给你添麻烦 之前李正 给我介绍了几家单位 都怕 都不敢要我 我这儿和他们性质不一样 你可不要嫌我们妙小啊 怎么会啊 后面的事啊 包在我身上了 真的 那好 有你这句话 那明天我就上班 好 大佐 好 好 阿姨 好 请问您的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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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是的 请问您的签计方法 首先 我计算日常行动 我计算日常行动 我计算 你去哪里去哪里 昨夜 我一直在室内 混蛋 我计算 您在签计方法 放开 我计算啊 我计算日常行动 我计算日常行动 中国的力高 二人都 却下令人 那是 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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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计算 肉 本人 你 童谷 你 莓 你 留一 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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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贤 我 有请不吝 陆先生 李处长 我们又见面了 把门关上 陆先生找我有什么事啊 上次我来找你跟你说的那两条 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 陆先生 我不明白 您这话什么意思 你明白 你绝对明白 你带陈家呼去哪儿了 最后问你一遍 去哪儿了 我们俩 去了一趟 山明辩复场 去那儿干什么 去找施永伟 他是你们的同学 对 我想让他 给家呼安排一份工作 李处长 看来你真把我的话当做放屁了 我今天正式地通知你 你着手准备一下 准备去新的工作岗位上任 去哪儿啊 你有资格问吗 李正 你给我记住了 你给我记住了 今后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 你都要当命令去执行 否则 我会向上头打一份报告 李正李处长 因公殉职 陆先生 我能不能问一句 你为什么非得让我去你那儿工作呢 就是因为 你是陈家胡的朋友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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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开 帮我出去 帮我出去 让开 帮我出去 这关乎到抗日救国的大事 希望你不要推脱 我告诉你 我不管在哪里都可以抗日救国 你哪里都去不了 你只能到这里 您还不明白 我明白了 原来在此之前 是你一直在阻止我找的工作 那些地方对于你来而言那是大财小用了 数学奇才 百里挑一 刘洋归国的博士 你真想每天在那个小小的课室里面对算盘珠子和一些报表吗 请相信我 你在我们这里才能尽情地发挥你的才华 我告诉你 我比起你这种强大的手段和逻辑 你干的都什么事 干的偷鸡摸骨 上天海里见不得人的孤单 我告诉你 我不可能跟你合作 你只能跟我合作 妄想 好 听风的声音 阴雨缠绕在天津 把谁的秘密 从此相见在梦里 听风的呼吸 恍然惊动了回忆 把爱的身心 纷纷转来又转去 我要问是谁告诉你 爱与恨的意义 却被你无情抛弃 沉浮在那空气里 我要问是谁让跟你 拒云预算的问题 却被你无痕迹 我弹在手心 听风的一语 瞬间拼走起怀疑 把信仰牵起 却被你无情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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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浮在那空气里 我要问是谁让给你 拒云预算的问题 却被你无情抛弃 我和他在手心 又这样一个秘密 有这样一份回忆 不愿千里 随着风的意义